講到有關就是包含那個 這個路接到的結果輸出啦 那當然還是可以再把它改成就是說 直接透過VBA輸出結果 那今天的話等於是要把上個禮拜的東西做個整 做一個等於是FINAL 做一個整合啦 所以最後的話 當然我是希望說可以看到的結果類似長這樣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 總共呢 我希望至少你會在那個畫面上面看到有五個按鈕 那這五個按鈕各自希望得到的結果是類似這樣 那請各位把那個上個星期的東西再做一個整合好了 那首先的話我希望 按下這個按鈕的話 它可以幫我把資料重新從那個 就是這個網路上面下載 重新下載這個台北市住宅切到點位資訊 並且加上年跟區還有路街道 然後這個區的話可能還需要多增加一個功能 就是那個藍寬可能要把它設定為大概10左右 這好像上禮拜都有講到 所以我demo一下 這個按鈕按下去的話 它就先下載 然後再增加1、2、3 然後這個藍寬的話可能就是要設定為那個寬度為10 第一個按鈕 那第二個按鈕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把那個上個禮拜 再做出樞紐分析圖 所以這個按鈕好像上禮拜有講到 按下它 那這邊會顯示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OK 應該有印象吧 然後再來的話 第二個就是說我希望按下這個按鈕 它會根據什麼呢 根據區這個欄位 畫出這個樞紐分析表跟一個樞紐分析圖 所以按下這個按鈕 它會出現各區的這個從中山區幫我排序 然後幫我繪製出這個圖出來 那這個圖的話呢 基本上跟這邊一樣 放的位置呢 我是把它放在第二儲存格的位置 第二的 那它的座標基本上一定是左上角的位置 OK 第二儲存格左上 那寬度的話呢 就十個欄寬 高度的話就十個列高 有沒有 總共20個列高 應該到底下應該到21列吧 OK 所以這個列高你可以看一下底下 剛好是21有沒有 從第二列到第21 剛好是20列高 OK 然後呢 再一個那個就是圓形圖 那最後的話呢 再繪製出一個 路接到的前十名的直條圖 OK 就這一個啦 然後呢 最後再增加一個按鈕 就是按下它之後 可以幫我把這三個刪掉 留下資料 OK 類似像這樣啦 所以總共今天 我是希望把上個星期的部分 做一個整合啦 那城市碼其實就是上個禮拜的部分 做一個整合而已 OK 那怎麼做 首先我們接下來 這個應該上禮拜的東西吧 是不是 OK 那首先的話呢 這個住宅切到下宅這個部分 其實在雲端上其實也有一個範本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範本基本上 就是在雲端白板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幾頁 這邊的話應該 範本應該在第十二頁的地方吧 在這裡 有沒有這一段 所以其實我們第一個啦 你那個住宅切到下宅的 這個怎麼來的 其實就把它Ctrl C 有沒有 然後呢 直接就到這邊的話 把它Ctrl B 貼上 那只是說呢 你還要再加兩個東西 一個是 你的開放資料的位置在哪裡 那開放資料的話 上禮拜有跟各位講過 開放資料的話 其實是從政府的開放平台 裡面找到竊道 那竊道裡面的第幾個 這邊 有沒有 台北市這裡 然後呢 檢視資料裡面 不是抓這一個 是抓下面這一個 有沒有 按右鍵 複製連結網址 然後把它貼到 這個TESL封號後面這裡 記得不要貼錯位置 貼上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抓取 這個網路上面的這個連結 那另外的話 我們下載的時候 這個 這邊有個N 這邊多一個 ANDSUB SUB這邊多一個 這邊一樣 那另外的話 插入欄 這個也許我先不要 不要插入欄 我們先把它資料下載 那還有個地方 就編碼方式 那編碼方式的話 記得喔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這樣 950好了 比如說我先用950 試一下 950執行 那你會發現 950下來的 亂碼對不對 那另外你如果 950不對的話 你就改65001 那理論上應該就對了 執行一下 有沒有 像上禮拜好像有同學 一樣的問題 是為什麼 這亂碼 你改另外一個就好了嗎 OK 所以基本上兩個喔 那至於應該用哪一個啦 反正拆就OK了 你就把這個 兩個數字稍微試一下 我會把它放在這裡 編碼是65001 這個是UTF8啦 所以 瓜糊一下 UTF1-8 OK喔 然後 如果是BIG5的話 那就是950 好 那接下來當然 我們需要插入欄 幾欄 我上禮拜講過啦 就是 在第一欄 好像插入一個年嘛 然後在 所以這邊按右鍵插入一欄 然後在這邊插入一個 這個欄叫做區嘛 然後再一個路接道 所以我把它整合之後的話 基本上 我就可以在這邊 再產生一個SUB 名稱叫做插入欄 然後就插入一個年 然後再把公式放進去 然後再向下填滿 OK 所以這個是年的部分 再插入區 再插入路接道 OK喔 然後 主要就是說 有一個地方 可能要特別小心的 就是說呢 我假設說 我今天 比如說我要插入欄的時候 當然呢 這個 黏的部分應該沒問題 因為黏的欄寬 應該還OK 不過你們其實 可以再把欄寬調小一點 比如說你說 老師那個欄寬 黏好像太寬了 我想要把它拉窄一點 到底有多窄 其實比如說 你可以取個大概的整數 比如說我想要取大概 3.5好了 再這樣子 如果你希望把它拉寬的話 我把它先Ctrl-Z 復原一下 如果你要透過VBA去調整的話 很簡單嘛 就是你可以在這個底下 再加一行敘述 什麼敘述呢 就是Column哪一欄 所以Column指的是D欄 它的寬度的話就是Column 記得喔 不是Column Column的寬度 它底下 它後面點後面就有一個屬性 屬性就是一個設定值 設定值的話就Column Column叫藍 的寬度叫Vis 等於多少呢 等於3.5就好了 這樣的意思說 幫我把那個D欄的藍寬 調整成為3.5這麼寬 那如果我要執行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往上拉一下 有沒有 讓它倒車一下 然後你再按F8 所以特別注意喔 除錯技巧滿重要 因為我發現有同學 不太會除錯 遇到錯誤 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3.5 你會發現這個線 會往裡面按F8 有沒有發現 當我執行這一行敘述的話 有沒有 有沒有 它的寬度就會產生變化 OK 這個點Column Width 值得就是它的設定值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以後 你只要找得到那個 任何的物件後面的屬性的話 那就可以針對那個物件做一些改變 大概是這樣 底下的話區 區的話是在哪裡 區的話是在後面這一欄 居欄對不對 所以我就在這邊插入一個區 然後加公式 然後並且怎麼樣 並且把它公式向下填滿 然後再插入H 所以其實這邊的話 看你是不是 當然如果說你剛剛 假如說你是先插入 有沒有 之前我們好像是這樣 就是在這邊插入一個 居欄的話 假設我們剛剛的做法是這樣子 那你會發現 它跟現在的結果又不一樣 如果我今天是執行的是這個 有沒有 是插入一個居欄 按F8 你會發現它跟剛剛最大的不一樣在哪裡 因為如果你插入一欄的話 它就會直接直接引用前面的欄寬 F欄的欄寬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居欄太寬了 也就是說你做完之後 你還要必須要多做一件事 什麼事 就是如果你今天有銀色的動作有沒有 銀色就插入了 那你就必須怎麼樣 把它的欄寬再做調整 否則會太寬 那怎麼調整 其實也是一樣 所以甚至你可以拿上面這一行來改 所以把這邊複製過來 然後藍寬大概10好了 OK 然後呢 哪一欄 G欄 所以你把這個改成G好了 有沒有 然後往上一下 按F8 按F8 G欄就OK了 那H欄因為它會跟前欄 所以H欄插入欄會跟前欄 所以一樣10 所以理論上不用改沒關係 所以這邊插入一欄 然後一樣給它的欄位名稱 然後給公式向下填滿 至於底下這兩個可能是多餘的 OK 把它刪掉 因為 當然啦 至於說你那個程式應該寫在哪邊 有時候可能還是要看 實際上的順序而定 有時候你不能放前面 也不能放後面 反正你就放在對的地方就OK了 所以剛剛 插入欄 只要增加這個 哪一欄的寬度 OK 叫Column Width 因為之前好像有同學 好像直接就把這個Column 都放過來 所以他會發現這樣 如果你假設屬性 多一個S有沒有 好像剛剛就有同學這樣 就類似像這樣 比如你執行這個的話 你會發現什麼錯誤 如果以後 假如出現這個 除錯訊息438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錯在哪裡 就是錯在這邊多S 他會跟你講說 物件不支援 此屬性或方法 跟各位講 這個東西叫屬性 什麼意思呢 物件在哪裡 物件在這裡 意思是說 他不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Column Width 沒有他不懂 所以你只要怎麼樣 把這邊按真錯 直接把這個S拿掉 答案就過了 答案就過了 按了不8 你會不然就程式就OK了 所以以後 我是覺得如果你慢慢熟悉他 然後也可以很快的 看出錯誤在哪裡的話 你寫起來 其實還慢於快的 我是覺得 不過前提就是 你可能還看到錯誤的時候 有沒有 記得按真錯 然後稍微看一下錯誤訊息一下 OK 好 那最後的話呢 你就把什麼 把 怎麼要多這麼多欄 這好像剛剛多多的 這兩個好像多的 把他刪掉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把兩個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住宅 下載的話 最後在Col什麼 插入欄 所以這樣的話 二合為一了 所以這個按下他之後的話 他就會幫我清掉 並且下載資料 插入剛剛的三個欄位 不過好像有同學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另外再寫一個SUB 然後把這兩個 另外放 可以啦 可是我是覺得 好像要多寫一個SUB 好像也沒有比較 比較簡單 所以 你們想想看 看哪個方法比較OK 你就怎麼做 最後我是希望 這個地方看到的是這一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上個禮拜有提到的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結合成這個 所以就按下去 有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第一個 第二個是這個 第三個是這個 然後最後的話 就可以把舊的刪掉 留下原來的data就可以了 好了 試一下 試一下